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芒向編輯部的香港早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早晨時間 早晨早晨 今次有我許傘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靜向報 沙冷氣 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哇 今個早上一開手機的時候 已經收到很多芒友 就發了一宗新聞給我看 但我初初還沒清醒 看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也差一點誤會了案件的內容 然後大家都說 去探長快點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話說洪水橋方面發生了一宗雲歸天的案件 大約在早上6時左右 有途人走經田下路70號左右 近住一個郵站附近 發現一個男人 用四個小輪在下面的板車 半推半拖的形式 上面有一件類似人形的物體 用一些類似皮泡 膠袋 保鮮紙 染染樣樣樣的 包到一塊東西 推一下那個板車的時候 翻側可能太重了 因為始終整個人形的物體 長過那個板車 滑了出來 哇 跌出來 原來是一個女性的屍體 當時看得清楚 因為有些小路電視的片段 那些截圖都放出來 頭部疑似是被一些膠袋 保鮮紙 扣著 警方接報到場 就把這個男子截獲了 而滑了出來的那位女性 就真的已經證實是歸天 據說頭部有傷痕 於是把這個男子拘捕 大約二十多歲 案件暫時列作謀殺 大批警員去封鎖現場調查 據說被捕的男子和這個女的死者 是情侶關係 現在就要找回案發的地點 和行空的動機 即使屍體發現的位置 不是案發的第一現場 通常這些案件的東西 最重要首先要找回哪一處 是叫做案發的第一現場 即使使這位女性歸天的地方在哪一處 這個是最為重要 而跟著這個二十多歲的哥哥 似乎是疑似 因為使得這位女性雲歸天 即是她的可以說是女朋友 因為這樣 而真是不知所措的人都慌了 所以都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她的女朋友 所以用這個方法怎樣搬走她 因為看到這個新聞 一放在我們的主持群組裡 大馬Sir立刻寫了三個英文字 C L S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為什麼 她其實不是說真的 是因為她不知所措 她不知如何去面對已經雲歸天的女朋友 或者自己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可能因為一時衝動 我們可以說多一點這些犯罪心理 有時大家可以在一些不同的新聞 或者一些看著 為何這麼兇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時有些案件 那些兇手會將死者的樣子 弄壞她 弄壞她的形式 我就不多說了 我怕大家在吃早餐 或者甚至乎整個頭都弄不見了她 根據這個犯罪心理 所以兇手有一部分做出這些行為之後 他們最不能夠接受到就是死者的樣子 他們很害怕看到 或者很害怕再去面對 或者不想這個樣子再留在世上 讓其他人都看到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怎樣 摧毀她 弄壞她 有什麼方法 剛才也舉了例子 而這一類型的謀殺案件 通常在香港 這一類型人口那麼密集 閉路電視那麼多 或者都可以說是一個叫做不夜天的地方 最難去處理就是 屍體怎樣去令她消失 或者不要被發現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二十多歲的男朋友 要用什麼膠袋包著她的頭 就是不想看到她的頭 當然另一個用途就是 不要被圖人看到這樣的形狀 而且那個樣子都不要被看到 這個很重要 這個二十多歲的哥哥 他就很不知所措 很無計劃 所以才想著盡量 有這麼快就這麼快 搬走了她的女朋友 為之上策 所以就 情急下不拿板車 有這麼遠推那麼遠就算了 因此有機會 她的板車也不是那麼好搬 可能距離她的第一案發現場 那個距離都未必會很遠 另一個案件去對比 陳靠叉街 比起這個二十多歲的哥哥 就是兩類人 她事發之後 沒有失去了她的思考能力 會想到怎樣 把潘嘟嘟去處理 還要是非常冷靜地 拖著行李行 亦有想過要帶到哪一個接運站 之後再拖到哪裏去處理 如果跟這個天水圍的男子對比 跟這個陳X街 兩者做一個比較的話 可想而知 陳X街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兇手 因為如果他因為謀殺 而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 還有有一個不理智的情況出現的話 即使他自己都對於這個行為 是自己都怕得自己 你想一下 陳X街他是不怕 還會想怎樣去隱瞞這件事 不要讓人知道這件事 如果能夠保持理智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這個人的危險程度是高極多的 好了 許探掌環節說到這個位置 看到李家超 據說今天會宣佈他的政綱 之前有一個風吹說會設有副司長 現在有星島元宇宙就說 李家超最後勒馬 是不是懸崖勒馬呢 他就不用懸崖 因為如果真的叫做有副司長的話 不會糞的 你懸崖勒馬的話 因為你在懸崖 你不勒馬 飛來就會糞的 說他 因為都是吹風而已 決定不會在政綱裡面提出設立副司長的內容 也會沿用現屆政府改組政策的方案 說李家超這個舉動是為自己留一些彈性的 那究竟是否設立副司長日後再作決定 我們記住這個方島元宇宙跟這個多士的布 盧氣雄是行下一氣的 盧氣雄現在也是李家超的競選辦的副主任之一 那這些玩放風啊 或者在那裡吹這些東西啊 遮住這些媒體 會不會是叫做拿一些叫做民意 看看市民的反彈 或者會不會有些什麼意見呢 看起來似乎有些少許借這個方島元宇宙 來幫李家超打一扎行的馬 說今天公佈的政綱 其中一個重要範疇 就是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 政府的重整架構 是提升管治能力的其中一項 現屆的政府提出 將會由三司十三局 分拆成為三司十五局 其實來說都是好事 明天李家超也會出席電視的答問大會 下個星期就會有選委 只是給他們的答問大會 這個就最有看頭了 這個好笑 你也知道選委也挺瘋的 一會西門寺隔身出來問 又說什麼地區特首那些 會不會夠膽死呢 直接問李家超 不過看他的X膽應該都不會的 如果會的話都挺爆笑的 這件事已經被人笑到臉都黃了 這件事就當正經事這樣說 是特別好笑的 就等於許冠文為何那麼好笑呢 其實他被稱為冷面少長 冷面都可以這麼好笑的 當然不是吃冷面 就是你認真地說笑話 是零射有一些過癮在裡面 就等於林海鋒也是的 人事調動方面 怎樣分拆 記住了 一開多些局長出來 連帶就會有副局長 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究竟開了這些位置之後 我們期望當然要有實質的幫助 但是如果那個局的局長 或者副局長 人選方面處理得不是那麼好的話 那就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黃有那些什麼海外意見領袖 一定有很多東西先說 另外就是變相那些 現在所謂的藍營的意見領袖 或者那些意見領袖議員 立法會那些 混在一起之後 又會講很多不同的建議 給這些新任的局長 叫他們跟 或者應該這樣做 當然他這幫人說出來 都很天馬行空 這個也是引起社會 黃藍兩邊一起拉扯 那個政府應該要怎樣做 甚至令到一些一般的市民 哇 見到頭都暈了 太多這些政治的漩渦 都搞得很一陣異味的 雖然說不是真的聞到很臭 但是一種令人很煩厭的感覺 那好了 講起這方面政府架構的重組 公務員方面 之前都被他們那幫人拿出來炒作了一番 那接下來會不會再炒作呢 我想這個一定會 當李家超正式上場的時候 似乎就會了 那較早前一開始出這個安心出行 一定要dude的時候 有五個彈省就在第一天進入入境處大樓的時候 就用假東西 當中就包括了一個審計處的職員 兩個入境處的職員 以及兩個政府外判的合約員工 涉嫌行使虛假文書罪被捕的 那這五個男女已經各被控一行入侵公共機關管轄或管理物業罪 那這件事就在今天提堂 那你說如果用這些叫假的安心出行 是不是一定就是黃還是怎樣 我自己這樣看的 其實就未必的 雖然說那些黃友就說自己 怕這個安心出行會拿你的機器的資料 又說知道你行蹤 又說不安心 有些人就真的想隱藏自己的行蹤 我也見過這些人 免得被誰知道你去過哪裏 或者到時真的叫做要交出你的行蹤記錄的時候 你又說那個時間去到哪裏 為何你原來去到那裏 因為我們看到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那班人的行蹤真的會出來 例如那個很久之前 因為影月樓野開 有一個類似工程師還是測量師 或是即時就去了灣仔那裏吃早餐 然後就遇上了不知哪一個媽媽還是什麼 然後就惹到給他 好似是一樣的 還是空姐的媽媽的單 如果你在媒體上被人爆出來 有個時候不是去到哪裏見客的嗎 或者不是去哪裏做事的嗎 為什麼下都去吃早餐 就是等於哈魯華的公務員打機 那個原理差不多 其實你有沒有證據知道別人去打機 好 大家都知道現在像一時啼一時 確診個案有輕微的叫做反彈 不過都是叫做意料之內的 疫情有點反覆都是正常的 看到晚市堂食放寬了 現在還在說什麼時候會是第二階段的放寬呢 據林鄭所說 下個月中過後到月底 之前就應該會是第二階段的啦 那之前疫情嚴重的時候 那大家沒得堂食 就很多就可以買這個兩頌飯 那現在晚市一放寬回去堂食 還吃兩頌飯 不是吧 不要虐待自己啦 當時當然是說正啊 哇 兩頌飯好吃啊 又有什麼士汁精鮮 又有龍蝦 又有炒蟹 哇 好正啦 又有羊腩煲啊 什麼都有啊 那如果現在過後了 那當然是出去吃最好啦 那些什麼牛角 吃燒肉啊 那原來自從 今個月的21號 晚市堂食放寬之後 他們的生意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有一間叫包靠叉王的老闆 阿龔先生 還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還說 第一晚恢復堂食的時候 生意額跌了四成 他都認為生意不會有明顯的增長 目前營業額 現在合理就可以了 即是不說要大賺 即是做得到就已經叫做OK了 那另一間呢 比較出名的那些 即是經常拍到大牌長龍那間 叫做權法小廚 那他的老闆吳先生 就向媒體說了 他說自從晚市 重開之後呢 是有下跌 不過呢 幅度就不是很大 那他說放寬之後的一個星期呢 是不是那些 熟客呢 已經出去 FIFA完 即是吃飽了 又回來了 那即是呢 其實現在呢 兩頌飯 即是去到什麼情況呢 就是太躍流強的 時候了 那如果你真的好吃的話呢 那如果 就算有糖吃 我都不是每晚出街吃的 那如果不是每晚出街吃的話呢 那我想 加料啊 買你權法的菜回來呢 當做菜這樣吃 那是不是都OK呢 那如果你說 跌成四成那間呢 那看你過後呢 究竟還有沒有人回來吃了 那還是那時候呢 那些人因為 就是 哇 我要買兩頓飯 可能那間那間又人太多 那那間那間呢 又好像 沒有我適合吃的那些菜 可能要等很久 那 那不理好醜 隨便就手 那就照吃著你先 那好吧 回來跟進另一個的社會業話 就是曾剛呢 在這個檢疫酒店就離開了 那這件事呢 都被那些貿易拿來炒作 我昨天都說了 甚至乎最 令我反感的呢 甚至乎討厭的呢 就是這個陶箭 就是講到是這種的檢疫措施 而令到曾剛呢 這樣的 甚至乎是講到 這種做法呢 是很不人道啊 應該要全力放寬啊 就是好像學BNO祖家那樣 那樣 如果你那麼喜歡 那個地方的做法的處理方式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的 你就繼續留在那裡 當然啦 他不講香港的東西的 你難道叫他在英國那裡 找些專欄來給他寫嗎 哪裏有那麼多人會給他寫啊 是不是 有沒有 沒有啊 是不是 不是有靠那些什麼Patreon 靠那些什麼 就是這個意思 那好了 有關於曾剛的事件 張竹君醫生呢 那些人呢 昨天在疫情記者會上呢 都有交代一下啊 那究竟 是不是延誤了送藥給他 所以呢 令他 有可能出現失救呢 而離開呢 就是你沒有藥的話 就會發作咯 那真的有這樣的可能性啊 那我們聽回張竹君醫生怎麼說 那還有一些萬六元記者問 就是究竟是不是人禍啊 其實這個指控呢 是非常之嚴重啊 所以這些記者呢 那把口呢 會不會說話啊 就是啊 就是有沒有用一下腦啊 就是有沒有經過腦想過呢 才去問的呢 那張醫生就澄清了 根據酒店的筆路電視呢 好厲害 馬上看了 原來有備而戰的 他說曾剛的家屬呢 曾經在禮拜二的晚上 就送了一包物資去檢疫酒店的 也都形容呢 酒店職員呢 當晚不是很久之後呢 已經將包物品就送了上去的了 而曾剛呢 也都曾經在那晚的八點鐘左右 問酒店家屬送了東西來沒有啊 而酒店的職員呢 未到九點呢 已經將物品送到房門口 而且呢 就很快已經被啊 曾剛拿走了 那即使呢 如果 就是好像 那些媒體催的所說 就是在說 一早已經說了什麼 心口痛啊 又說不舒服啊 又說要家人送些 物資啊 可能連藥給他啊 那是否叫做拿不到呢 如果現在正確來說呢 他是拿到一些他家人 要給他的東西的 那當然啦 他家人和他之間的關係啦 和他家人最清楚呢 究竟曾剛呢 是需要些什麼 送到去 酒店給他的 那對於呢 是否需要問准衛生署 才開門這個說法究竟是 所以 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那現在呢 很多那些黃友啊 就是講 或者甚至乎那些什麼 類似圖賤那些 百口那麼賤的人 就說了 是不是制度僵化 害死了曾剛啊 那那對於 是不是開門這個問題呢 張竹君怎麼解釋呢 他說當局呢 一向都有強調的 酒店呢 是應該用常理去考慮隔離人士的要求 究竟是不是合理 不需要呢 每一件事呢 都要問官方的說法 究竟是怎樣的 也都講到了 當局呢 在檢疫人士 未入住檢疫酒店之前 會提供相關的資訊 提醒他們 如果有特別的情況的話呢 是可以致電去酒店的前台的 或者呢 就打電話去 2125113DOOT這個熱線 甚至乎呢 是可以叫做報警求助的 也都說了 若果呢 檢疫人士有特別需要照顧的話呢 例如身體問題是需要人去照顧 是可以申請安排呢 照顧者陪同入住的 他就說了 手上呢 沒有資料 到現在呢 有幾多鐘呢 是要陪同入住 不過呢 食衛局方面 這個計劃的辦事處呢 正在跟進今次的事件 了解一下呢 當局呢 有沒有收到呢 曾光的求助 那我講得非常清楚 那其實呢 有另外一些的資料呢 都說出來的 大概是有 千多鐘左右 就是這些要求 陪住一起在檢疫酒店 一起住的case呢 大概就是這樣 那其實不是沒有的 都有人會這樣做的 那即使有幾個點呢 是可以叫做踢爆那些位的 第一 他們說的 是不是收不到物資呢 答案是no的 即使曾光呢 是有自己拿到 他叫了家人要給他的物資 那可能呢 就是連著藥物在裡面 那會不會 他那時候忘記了 叫家人給 所以沒有給到啊 那這個呢 就是自己的問題了 如果你真的 你有長期病患 知道自己需要吃什麼藥 什麼藥 那你是不是這個呢 就要叫家人要帶給你呢 或者呢 他家人是不是應該有責任呢 知道如果自己的爸爸 或者家人 回到來香港之後 有些什麼的需要 是要執給他 要帶給他呢 那這個呢 是他家人的責任 或者他自己本身的責任 那好了 另一個就是 什麼要等衛生署 覆了OK 才可以開門 那所以呢 站在外面不敢開門 那現在都解釋了 如果真的啊 曾光呢 萬一在房間裡面 覺得自己真的叫做很不舒服 第一 他打去前台 第二 有熱線可以打 第三 甚至乎可以叫做報警 甚至乎開門這一下呢 其實呢 酒店方面是有權決定去開這道門的 不是要去問衛生署 可不可以開啊 那才開的 那這一點呢 都踢爆了 那希望那些黃友的KOL 或者什麼媒體也好 什麼都好 不要亂這麼說 那些對走了的曾光呢 的家人和他呢 都要有一個尊重才可以的 不可以拿來呢 借機來攻擊特區政府 其實張竹君醫生呢 都叫做解釋了 不過呢 可能他說得就沒那麼貼 因為始終他是醫生 那就幫幫他 解釋清楚 整件事 究竟是怎樣 那些人所說的 根本上都不是理據 那曾光呢 就去完新加坡玩了 昨晚呢 也都跟 跟網友討論 哇 那說起新加坡呢 我自己都 很回味啊 都很喜歡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 還看到呢 原來現在的機場呢 有些新的布啊 當然是人工的服布 還要做到那些圓林氣息那裡 真的相當之正啊 那你記住啊 因為在一個室內的環境呢 有那麼多植物啊 那些 裡面那個氣溫呢 控制得很好呢 其實呢 這樣看著呢 是挺舒服的啊 我都很期待呢 什麼時候可以能夠呢 可以去新加坡玩呢 那當然了 那香港人你說 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 去新加坡玩呢 其實是比較少的 那最主要是什麼呢 日本 韓國 或者就是台灣地區啦 那現在呢 哇 看到一些日圓啊 那繼續跌 那有很多 香港人呢 又說要趕著去換 等日後啦 免隔離的底下呢 去日本玩的時候 就是叫服上啦 就可以狂洗狂用啦 到時候不知道有沒有那麼便宜 那現在呢 會不會那些人 好像哈佬華那些說法呢 分幾住啊 這樣去入這些日圓回來 你說要用來炒啊 賺錢呢 那就不行的啦 你說進來呢 當日後自己去旅行的時候 可以用 可以玩 可以買東西的 那都OK的 那也都見啦 那水果方面呢 就馬上叫做便宜了很多啦 有些說便宜了一半啊 哇 是不是那麼厲害啊 如果是呢都不錯 因為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那個 匯率低了 但是呢 那些東西 又不降價呢 這個是最慘啦 那七五九啊 那些之後 有什麼調整的空間呢 希望他多些啦 不過 七五九呢 是相對地公道的 那最後再說一件 挺搞笑的 現在呢都說了 最近 范國威呢 他申請保釋被他 那原因呢 就是他 在環壓的時候呢 還用他的Patreon呢 說一些都相對地瘋 以及激的東西 都有那些叫暗示性啦 就是要繼續做那些抗爭的東西啦 那也都提到呢 當中呢 有十一個呢 已經是叫 疑似呢 叫傾向於 是叫認罪的 那幾令人過癮喔 那我們估計啦 有十一個開頭的話呢 會不會令到其他那些友仔呢 都會考慮自己究竟好不好去認罪呢 那這個心理戰呢 是挺過癮的 那因為那些家屬呢 見到他們 或者朋友見到他們呢 都會說一些近況的嘛 可能會放風給他們聽的嘛 那另一個呢 逆權兇者 這個顛婆呢 即是職工盟的前主席呢 也都是向高等法院 申請保釋給他 那在昨天的時候呢 就斑下了這個判詞 都挺搞笑的喔 不認為呢 這個逆權兇者呢 批准去保釋的話呢 不會繼續干犯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所以呢 就拒絕了 那理由是什麼呢 那就寫到了 他在2020年5月的時候呢 曾經登過一篇東西呢 就叫做 制裁顏色警 制裁顏色警後路的文章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即是這幫人呢 越寫越瘋 越寫越大 雖然那時候這篇東西呢 未必叫做違反港區國安法 不過叫做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可以從你的文章裡面呢 就看到你那個行為 和你的所思所想呢 應該會怎樣做 你說不是喔 我吹而已喔 說而已喔 發官不是這樣看 你寫得出呢 你就要負責任了 那麼寫完這篇的 什麼顏色警的時候呢 就在同年的6月 即是5月登 6月的申請就參加這個初選 還說前景黑暗 需要對抗政府 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呢 還說呢 有做一個貼 說被打壓的時代 即將來臨 那這個瘋婆呢 為求呢 可以保釋呢 她都自爆了 她說呢 說這些什麼制裁顏色警啊 制裁什麼什麼後路那些呢 哎呀 純粹都是用來選舉用的 因為當時她呢 很痛恨警方拘捕行動 產生這些叫 危險的場面 危險而已 她都不會說什麼什麼暴力啊 什麼什麼 為什麼無理拘捕啊 為什麼對這些示威者呢 那些手這麼重啊 這些都完全不敢說 危險場面 很忠誠 很mild的這樣說 還說 她自己本人呢 從來都不煽動暴力的 哇 你這樣都不叫煽動暴力啊 不過呢 我們覺得好像是叫煽動暴力 那法官怎麼說呢 從她的文件啊 什麼影片啊 看到啦 雖然啊 她是沒有 主張叫你打我勁的啦 沒有這些主張暴力啦 不過呢 她的說法呢 會牽起 對於警方啊 或者甚至乎政府的怨恨的 這些的說法呢 也都沒有 屈她的喔 有事實的根據的喔 例如那些鐵文啊 什麼呢 那法官又說 這個逆權空姐呢 因為參與這個工會 對國際間呢 是有影響的 所以呢 她是比較容易呢 跟身在海外的同事呢 聯繫 記得嗎 她們職工盟呢 那個蒙兆達 是不是去了英國呢 還說要繼續搞這些工運啊 還可以做到香港工運的事啊 我不知道法官是否指這些蒙兆兆達呢 那可以跟她們聯繫啦 跟著呢 就進一步呢 牽起呢 對於當局的敵意 那所以啦 考慮過所有文件和陳詞之後呢 所以就 不覺得她呢 會乖乖的 那好笑啦 我都說的啦 即是你們之前做的那些事情呢 雖然呢 叫做在港區國安法之前的 寫的東西是這樣 不過呢 對於現在來講呢 都是可以形容 是要看到呢 你們那個決心 究竟是想怎樣的 那恭喜你啦 那好了 今天的香港早晨時段 暫時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 拜拜